好 嫌疑一半 我等一下想要吃飯了 然後一直這樣 寫錯了 好 太白癡了 好 嫌疑一半 要接一下你既然你在一片茫茫大海之中 例如說你看喔 我要看這個函數 這函數是一大大點 對不對 那一大大點怎麼辦 你現在既然你可以找 你有這個準則了 所以你要不要考慮說 像這邊啊 或這邊啊 你要不要去考慮一下 不用了 你只要考慮那些特別的 有滿足的 特別的條件那些點就行了 那你找這些嫌疑一半後選之後再怎麼辦 接下來下一個怎麼樣 再一一比較 把值計算出來 比較 比較之後就等到什麼結果 真的最大值跟真的極大值跟真的極小值 你懂我意思嗎 接下來再比較 計算值再比較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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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 好 所以我們現在看一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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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再強調一次齁 這些點 它可能可以有極質 但是不代表它一定有極質 可能有 但不一定有 你懂我意思嗎 可能有 但不一定有 齁 居然用怎樣 居然用 譬如說 人一定是動物對不對 但反過來 動物一定是人對不對 不一定嘛 不一定嘛 齁 還好 問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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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了 那個都好了 所以是這樣子齁 那個地方有可能 但是不一定是 一定是它齁 好來 那 請問一下 那這些點叫什麼點呢 這些點 好 OK 你看3.1.3 definition 3.1.3 critical point or critical no number or critical point 一般用critical point 來看一下 the number c is called a critical point of a function at if 來 條件到後面齁 if怎樣 f1 of c does not exist or f1 of c等於0 是不是 表示說 你可以充當候選的 或充當前一半的那些點 叫什麼東西 叫做 critical point 對吧 那就是critical point 那critical point 中文叫什麼 零界點啊 這個中文翻譯沒有那個 沒有一致性啊 那大陸方面 這個內地 讀國同胞都叫住點啊 叫住點 OK 你不要把它翻譯成關鍵點啊 很好笑啊 沒有要講關鍵點 critical是很關鍵很危機的時候 我有去買一個書來看 寶傑你怎麼看呢 哲青 就是那個張油畫 這件事只有三個人知道 我知道 還有那種人知道 其他人都不知道 你們有看嗎 那個 那個太無聊的東西了 好 OK 所以到這沒問題齁 所以我們要怎麼找 那個 機子 就是找 critical point出來 你就會比較 計算值再去比較 就可以找出來 看一下喔 流程是這樣 那沒有問題齁 好 所以 好 我們要看一百四四頁 來那空空跳過去 我們看中間要中文字 如果函數F5在B區結帳AB一趟連續 現在我們有能力去找出其絕對極大值和絕對極小值 其步驟如下 1 找出函數F在開區間中所有的臨界值 並且計算它們的函數值 什麼叫臨界值 critical point對不對 找出什麼 不可為的地方跟什麼 為出來會是0的地方 那兩類的點都找出來對不對 接下來 第二點 第二步 計算兩個端點值 FA跟FB 我剛剛之前寫過 這個 集值在哪些發生 三峰三谷還有哪裡 邊界嘛 所以現在第二步就是跟你講邊界 對不對 邊界點對不對 請你喜歡你邊界點 寫在旁邊 邊界點 好 接下來第三步怎樣 比較前面兩個步驟之所 函數值 最大的值就是絕對極大 最小就是誰 絕對極小 可以嗎 絕對極小 好 我們現在要拌立九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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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找怎樣 先找那個 cretile point出來 好來 懂得找呢 你要找最大值最小的值嘛 那接下來怎麼辦 來 第一步 先找cretile point 所以第一步 求cretile point point的場景寫成PT啦 OK 來 那懂得找 請問一下齁 這個函數 這樣一個函數 多項是 在哪裡不可為 你知道嗎 你覺得多項是有沒有不可為的地方 有沒有 這 每一個項啊 例如說這個可不可以用文門公司做 可以啊 這也可以用文門公司 這也可以用文門公司啊 所以你覺得整體有沒有不可為的地方 所以處處都可為嘛 所以有沒有滴類點 第一這種最台灣點 不可為點 沒有 你有沒有知道 沒有 自己跳起來那種點 沒那種東西 聽懂嗎 所以這只有哪一類點 第二類 這裡分兩類齁 一類是這種 一類是這種齁 他只有第二類 好 第二類怎麼辦 就算一下嘛 來 算Apron of x 給我倒 來 要等於4的3次方 -4x OK 接下來 你要找什麼時候 怎樣的x會死這東西 等於0 對不對 所以我算一下 4在3次方 -4x 等於0 好 接下來 整理一下 變什麼 x 然後x-1 跟x加1 等於0 是不是變這樣子 所以算出來 會死的Apron of x 等於0的哪些x 哪些 得到 x呢 等於0 或是1 不能喔 -1 有三個 0 1-1 這些人就是什麼東西 就是Critical Point 就是顯示範 聽懂我意思嗎 可以吧 你把0帶進來這個f1 有沒有是0 4 你把1帶進來這個f1 數字0 4 -1帶進來的數字 4啊 對不對 -4 -4 -1 對不對 所以是0 這三個點 這三個點是什麼 就是Critical Point 就是後選輪的 可以吧 好 再來第二步 第二步怎樣 你要去計算值跟比較 對不對 但是你這裡計算值還要算哪些值 要不要算邊界 要 要邊界點 所以我算一下 來 有哪些呢 來 我看一下 來 這邊是x 這邊是fx 我們列個表出來 列個表出來 這個 書本上沒有列表 那我喜歡用列表的方式 好啦 我先把這種 Critical Point 寫出來 0 1-1 0 1-1 再來邊界點誰 -2跟3 -2跟3 來 現在算一下 0的話 你記得喔 你又算了是誰 你要算是f喔 我們講過喔 你現在求這個fx是什麼東西 是用導數 幫助你研究函數 這個導數啊 fx是什麼 是一個工具 你要求 你要研究的對象是誰 你研究對象是f 你不是研究f' 所以你不要傻傻的把這個 0代價f' 就說欸 這邊是0啊 知道嗎 你又帶的人是這個東西 原來是東西 可以嗎 來 現在這多少 這就是3了對不對 然後1代價多少 1-2加3等於2 負1代價多少 一樣 就是2 再來負2代價多少 欸 有點大喔 16-8加3 所以是1 再來3代價多少 3代價來考量一下 81-18加3 84-68 等於66 等於66 我沒有算錯 沒有 好 所以從這個表裡面看到 來 誰是最大的 誰是最大的 這個就最大 可以嗎 這邊就產生什麼事情 這個地方 episode root 沒什麼 ok 那哪裡最小 負1這裡最小 所以產生什麼 episode root 哪裡 喔這也是 好這不行 minimum minimum 沒有 沒有 好 你要注意到喔 你要注意到 再多說一句話 齁 這個 minimum minimum messimum messimum 這有什麼差異性 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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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音喔 還有什麼 瓶子 發音 發音喔 還有什麼 瓶子 是複數 所以這裡有一樣的 用複數 這裡就一個 所以用蓝數 ok 好 好 來 到這個問題 對這節3-1講完了 可以吧 今天效率不錯 很好 來我們先來看3-2 Rawed 定理跟君子定理 好 這個更快 這個 因為我們都不打算講正名 我們都只要跟你講 他的極的意義在講什麼 我想最重要對你們來說應該還是說 要怎麼直觀去理解那東西嘛 對不對 我跟你講都很細節證明 你也聽不下去 你也可能聽不懂 我們這樣講可能有點粗糙 但是呢 我覺得 因應大家去 如果今天大家每個都讀數學系 那不一樣 我們今天開始可能還在教第一章 好 那個外面有賣一本書啊 叫速成為積分 他標榜你 3小時就學會了 他怎麼教你知道嗎 打開書第一頁 然後他很多格 很多籃 然後他說 他說各位同學請看第一籃 他說情況這什麼意思 然後呢 他寫 如果你會這題的話 請你直接跳第三籃 如果你不會請你看第二籃 然後你不會就看第二籃 第二籃看完之後他寫 看完解答之後 請你看第三籃 然後第三籃看完 然後他寫 第三籃是一個 複習問題 如果你會的話 他寫 如果你會的話 請你直接跳第五籃 所以就是在做心理特異而已 他那個那本書做 那本書大概好像不到一百頁 超薄的 然後幾百籃啊 就叫你這樣做做做做做 然後等於做完之後 你就會有一季分 那很好啊 蛤 那是好的嗎 他是說 因為他只是訓練大家很快就學會了 但是 他不保證說你真的 會 農未慣通 他只是讓你說你會解那東西而已 速成 那種我們也不要做這種事情 就是 那種特別時候才這樣子 你知道像 什麼時候有那種書 你們知道啊 沒有 那個二戰時候啊 二戰時候 然後美國 那不是有參戰嗎 然後為了訓練很多通信兵 通信兵 就是要那個 五線兵號 這裡是列印號 這裡列印號 有收到有收到 然後那邊說 這裡是小記號 小記號 有收到有收到 請問有什麼指示 然後這邊列印號 請你現在帶三個人 然後到門口去拿兩包百米過來 收到收到 我們現在就過去 不是這樣嗎 那你弄無線電波的時候 你需要一些 數學上的操作 還有物理上的操作 你要知道電波是什麼 不然你怎麼會操作那東西 所以 那時候美國就徵兵 但是美國平常兵沒那麼多 你臨時找不到那麼多 會操作電波設備的人來 所以怎麼辦 就 把鄉下一些人 沒事幹的年輕人就交過來 然後教他們一個月就學會 基本的電學 就教他們一個 他們現在大概沒讀書了 就在美國 二戰之前那四肢率也是不高 那種話就全部叫來 然後呢 開班 密集班就天天上課 然後就教什麼 從國小 什麼是政級 什麼是負級開始教 然後再教到歐姆定律 V能IR 然後什麼是電主 這樣快速交完 一個月全部交完 然後就上去了 那些人你覺得 你有期待他們說 他們很理解什麼叫做V能IR嗎 不用 不需要 他們只要一操作公司就行了 所以就用那種很快速速成的學習方法 所以那種教材就是那個時代那種產物 現在不流行這種東西 好我們看一下三次二 弱定理跟均值定理 來 3.2.1 弱定理 來 所以弱定理呢 好很簡單 我們看一下 來請你看齁 條件齁 他說 If the function f is continuous on ab 來 f is continuous on ab 請你畫底線 這也是地區間 在整個 b 區間上是連續的 好再來第二點 Differentiable on ab open interval 什麼意思 在 ab 開區間 扣除兩個端點 在裡面怎樣 都可圍的 這是第二個 第二個 輕易畫線 再來第三個 f a 等 f b 這是輕易畫線 好三個條件齁 三個條件齁 再一次 第一個 在 b 區間上 ab 是連續的 再來第二個 在內部是可圍的 什麼叫可圍 幾何怎麼說 就是呢 處處有切線嘛 對不對 有切線 好再來第三點 第三點 叫什麼 邊界的值怎樣 端點值怎樣 一樣 好 折怎樣 來看你點結論 折 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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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意思 什麼叫lain 等於0 什麼意思 水平切線嘛 好 翻過來看 請看圖3-9 來 是不是這個意思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現在這函數 有沒有在ab b區間上連續的 是嗎 對不對 來 在這個 這個曲線 有沒有很奇怪 臉會跳上去 然後導致它不可為 沒有 是一個很平衡的曲線 對不對 所以可不可為 可為 來在端點值 兩個端點 A跟b有沒有一樣高 有沒有一樣值 有 這個時候 你就能怎樣 在這曲線裡面 就能找那個水平切線點 有個點它會具有水平切線 可以理解嗎 好 如果說其他圖還有 那我們還有像這樣的 我們再畫個圖 來 請問一下 這個函數 有滿足Rodin的三個條件 哪三個條件 黃小龍跟我講一下 哪三個條件 黃小龍跟我講一下 在 也有連續 在哪裡連續 在哪裡連續 那個 那一串 有八娘端點 要 必須接上 從A到B 八娘端點都連續 第二個是什麼 扣除兩端點怎樣 可為 處處而缺陷喔 對不對 第三點是什麼 端點值怎樣 要相等 對不對 要相等 來 折怎樣 結論是什麼 如果滿足剛剛那三個條件 折結論是什麼 你可以找到 怎樣 在A跟B中間 A跟B中間 內部 不管你們端點 可以找到怎樣 有水平切線的地方 有沒有 這幾個 有一大堆 對阿 來 這裡是不是 這裡是不是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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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幾個C C1 C2 C3 C4 C5 可不可以 有沒有規定整一個 沒有 看到沒 只要滿足這個條件 等一下再講一次 哪上個條件 在A B必須先發兩端點 連續 再來 再來 在這裡面 處處可為 處處都有切線 再來 兩邊的函數值 A對上來 這邊是什麼 這對上的函數值 是F A 這對上的函數值 F B 端點的值是一樣 整個中間怎樣 中間就一些點 它的切線怎樣 是水平的 聽懂意思嗎 OK 好 先把這圖補上去 好不好 課本那圖是超特例的圖 我們 弄的比較特別的 你要知道說 其實呢 沒有人規定 只能有一個C 我可以好多個C 我可以好多個C 可以好多個C 一張多個C C F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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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次上課就放榜多了 好司機喔 幾點放 不是8點半還是8點就放嗎 怎麼看放榜 你問我不準啊 我跟你們差有點遠 上網登錄存好證號碼跟身分證示好 我跟你們講過嗎 那個進去的時候太緊張了她打錯 結果一進她說 周柏欣恭喜您錄取新竹交代大學的英雄處理就說 天啊 怎麼會這樣 我打錯了 就是我不曉得為什麼打錯 然後就登到別人的 然後那個偏偏她也有填我選的資源 可是她填的資源是我最後一個資源 第三十個資源 然後想說天啊怎麼考都爛 然後不想再查一次 喔還好 不一樣 好到最後問題 好接下來我們看下一個定理 來 147頁 這個範例就跳過去 這範例跳過去 那個範例二呢對你們來說有點難 所以先不理她 來 3.2.2 the bin value 這個也叫什麼東西 這個也叫什麼東西 來 看來 是不是 標題 這家呢 他叫什麼東西 聽說 15歲還沒讀過數學 沿X加Y等於1X-2Y等於5 這個都不會進 但是15歲那年不小心給他撿到一本數學課文 然後就開始讀了 不然對數學實在太有興趣了 好像20歲就擔任意大利 好像什麼都林大學教授 15歲開始啟蒙 19歲20歲當教授 然後接下來呢 20幾歲的時候受聘到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法國 拿破崙那個時代 拿破崙之前那個時代 路易十四、路易十三那個時代 去當法蘭西科學院的教授 巴黎綜合理工學院的教授 那他逛街是天才 然後他首次把力學重新改寫 然後他使力學完全一張圖都沒有 全部用數學來推論 他深情最肆豪的意思就是我寫的課本裡面沒有圖 都是用理論去說明的 很可怕 很可怕 然後蘭光綺後來 晚年的時候他老婆死掉了 所以一輩子就是過了 你去看那照片 他那個畫像一路就死人的樣子 他很愛他老婆 他很愛他老婆 然後後來 他當晚年有續學的樣子 然後他又 又重新恢復很高興的樣子 可是還是 隱隱約帶著一絲愁容 就是蘭光綺 好 蘭光綺 簡介成這樣齁 蘭光綺是有很厲害的人 好 蘭光綺並沒有在講什麼 欸哇不要有人喔 怎麼了 最近要定完全會入住嗎 fabric 妳拉屌要定登山嗎 妳把梨到地 Jill んで服飾 不用ust 我要吃飯 我要裝了 蛤 什麼 我做 對不對 什麼事 Call 什麼事情有 好 你的問題 我要幫lauf 欸 欸 那種喔 一旦收容 他們不會敲門嗎 那麼害羞看 好 來我再講說 六光一面Value 來一樣喔 六光一面Value 什麼條件啊 是這樣的 來 U 兩個條件喔 來 F 在ABB區間 連續 然後呢 F 在 AB 開區間 扣除兩端點 可為 好 Lan 條件在這邊喔 兩個條件 Lan怎樣 Lan 存在 C 屬於 AB 開區間 就是A跟B之間 使得 such that such that 怎樣了 看喔 得到 F F B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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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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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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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分數 這個東西 把它寫 叫做 端點弦 端點的弦 端點弦邪律 那弦也可以叫割線 端點割線邪律 然後呢 這邊是什麼東西呢 切線邪律 不然我們其實切線邪律 你在寫過程中 我畫面給你看 解釋一下 這是不是在講什麼 我跟你聽 你們認識剛剛那些人嗎 不然他們不是高三的嗎 是不是 我們大學生 你們比較高級的這裡 高級大學生 好來 看好 這個 來 來 我現在來A跟B畫出來了 請問一下 這條曲線 叫y的m的尺對不對 有沒有連續 有 有沒有可為 基本上是有的 基本上是可為的 來 這個是什麼意思 來 記不記得斜律什麼東西 什麼是斜律 斜律m 等於Δx分之Δy 對不對 那什麼叫Δx S2-S1 over 分之Δy2-y1 對不對 來 我現在S2是誰 是B 我的S1是A 然後Y2是誰 就是S2的函數值 對過來FB OK Y1是誰 就是A的函數值 F 所以這什麼東西 這是誰的斜律 很簡單 它就是這個東西的斜律 我們換個顏色 就這裡 綠色這個線的斜律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 看得出來嗎 那邊解剖完齁